原来杜罗姆小队长不得已的贤惠,竟是困住他一生的枷锁 都说甄嬛传的怡修是佛口蛇心 每次都为斯大义安排很多和心意的可心人 时时刻刻劝维斯大义 可就是这个身份,这不得已的贤德 却是困住他的一生之痛 怡修作为杜罗姆小队长在后宫算计了半生 不知道给多少人使了半子 可就是这么一个可恨的人 也有他的可怜之处 看似风光无限 可其中的辛酸又有谁知道呢 紫禁城的风水咬人,必定会让你欲解相消 在皇后这个位置上 想要和斯大义相守一生 当自己是斯大义的妻子 可是却在斯大义那里,只是皇后不是他的妻子 四大义送给他的手环,也成了他一生的枷锁 缓缓向斯大义举荐安玲蓉的时候 安玲蓉一整歌喉,就得到了斯大义的青睐 华妃是斯大义宠爱的,能够把话直接说出来 而怡修心里不满,却还仍然给斯大义做打算 就连怡修心里最重要的日子 在斯大义没有来的时候,也只说了个 甚至还给环环送东西,只为了彰显中宫的贤德 环环作为西妃荣耀回宫的时候 斯大义和怡修商量环环回宫后,如何安置 与其说是商量,不如说是单方面做决定 怡修的表情从不满到愤恨再到震惊 最后又化为贤惠,只能回答一个 怡修,你取灵溪的时候,取光明灿烂之意 可曾还记得我们的大哥叫红辉啊 向后宫最亲近的两人提及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一个人赞意 向太后说,自己的大哥没有了 太后的心思却只放在后宫的子嗣上 后嗣西少,也是中宫师德 你去中思门站一会儿,好好想想挨家的苦心吧 在自己的情绪终于爆发后,向四大爷哭诉 在那个雷雨交加的晚上,抱着自己儿子的尸体走了一夜 四大爷却轻描淡写的说了句 就堵住了他所有想要倾诉的痛苦 华妃都不拿子嗣讽怡修 可是四大爷作为皇帝,却拿孩子的事情来出一个母亲的心 怡修真的可怜又无奈 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毒,又看到了他的苦 虽然可恨,但从每个人的视角看都很可怜 都觉得他们就是不得已的 这就是甄嬛传的高级之处吧 甄嬛传误入美食频道 看了各位娘娘宫里的美食 谁不想说一句,我是真的饿了 救命,甄嬛传美食千千万 道道都色香味俱全 谁懂看这部剧的时候 最想吃的就是娘娘们宫里的美食点心啦 华妃就是后宫美食的代表了 在他的侄子年妇打了胜仗后 四大爷去华妃宫里吃饭 鲍鱼会珍珠,鱼堵微火腿 鲨鱼皮鸡之羹,还有鲜摩菜心 那一桌山珍海卫,隔着屏幕都给相迷糊了 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 除了四大爷来一坤宫吃饭的菜时 华妃平时的饭菜也是精致的很 虽然有些是当剧 但是每一针都让人缠疯了 我就说娘娘们绝对不是单纯的争宠吧 而且周环传开局就来了个美食暴击 宫和四大爷做一块吃饭的时候 准备的菜也是得有食欲 一听四大爷这话 就知道鸭子汤是宫的拿手菜 年刚摇进宫和四大爷吃饭的时候 那道质羊肉不知道馋到了多少人呢 除此之外 甄嬛传里的点心看着也是食欲满满 四大爷去环环宫里的时候 环环就给四大爷准备了豌豆黄 方方正正的 配着茶点吃起来呢堪称一绝了 要是最厉害的 还得是宫和一羽的粒子高射箭 齐飞的环环来了个食名制下毒 结果简直丢了西瓜 因为这事让宫和三蛋要过去了 该说不说 这盘糕点摆在桌子上 谁能想到他有毒呀 抛弃一人物结局 你们最想魂穿 甄嬛传的谁呢 唇儿肯定是首选 看唇儿吃糕点 那简直就是视觉享受 不用说 那加了牛乳的糕点 好不好吃 我能不知道吗 简直和知否中 明蓝新婚之夜 吃的软烙有一拼了 美姐姐有孕后 和四大爷吃饭 要梅子汤的时候 那个梅子汤的特写 真的很美丽 有点透明的白瓷碗 放着红色的梅子汤 看起来就好结束 何尝不是一道视觉美食呢 美姐姐的藕粉桂花糖糕 给太后喝完药吃的山楂蜜剑 还有虫儿去环环宫里吃的点心 每个拿出来 那都是引起食欲的存在 网友 我要是在后宫 不得成球啊 甄嬛传的镜头下 就没有一个废的 就连环环给奇贵人的 那个糙米一日汤 看着都感觉甜甜的 果然和隔壁鲜香呱辣的菜比起来 我还是更喜欢 色香味俱全的 看懂甄嬛和四蛋的互相试探 才明白 为啥说那个才是最像大胖局的 谁懂啊 怪不得只有聪明人 才能看得懂甄嬛传 众所周知 甄嬛传明明之中 总会存在一些宿命般的联系 而黄环和四蛋的缘分 也在开始就有了定论 黄环在甘露寺荣耀回宫之前 斯大爷为了让黄环回宫 把四阿哥画在了黄环的名下 空间往后 四阿哥的生母 便不再是宫女李金贵了 而是朕的妃子 牛呼噜 甄嬛 在回宫之后 二人一开始还是母子子孝的 可就在黄环生下红艳和灵溪之后 四蛋的心思可就藏不住了 要不说四阿哥是最相似大爷的呢 和他阿玛一样样的疑心深重 在登上龙位之前 就一直试探黄环 生怕黄环把自己的亲儿子送上皇位 第一次就是在秦政殿门口了 先是拿三蛋来试探黄环 黄环回答后 没有得到他想要的 结果紧接着又说了 可是六弟是额娘亲生的 和阿玛也最喜欢 所以他会 只要六弟当皇帝 二字就高兴了 一推为进 说出自己的意图 黄环作为宫斗一把手 怎么看不出他的心思呢 告诉他红艳 并不会对他产生威胁 照理说 借着这个台阶就能下了 可偏偏四蛋的疑心立消 处于一个半信半疑的状态 接下来的第二次试探 才是护扎心窝子明场面 额娘刚见你的时候 你还小 一直在圆明园中不得人照顾 额娘一直很愧疚 没有把你早些接到宫中来 四蛋一听黄环说 自己小时候无依无靠 本来就多疑的心理愈发疯涨了 如今额娘 虽不如从前在华马心中的分量 但无论发生什么事 儿子也不会欺额娘于不顾 俩人亲从来不说废话 就是在互相敲打 你小时候无依无靠 别忘了是我把你接到身边的 你虽然不得宠了 但我不会忘恩的 一眼看上去 就是母子子孝明场面 实际上是虎扎心窝子 四蛋被封为宝亲王后 巴巴的跑过来给黄环送信了 黄环先是为他高兴 这是应该的 你是长子 也该是皇子中第一位亲王了 四蛋的本意就是来试探的 自然就跟着往下接话了 可是六帝还没有被封亲王 黄环一听着 直接挑明了说出来 六阿哥还小 而且额娘希望 他的亲王之位 会由你来封 后面四大爷驾崩以后 在葬礼上 四阿哥甚至都没有放下疑心 听到黄环宣布了 最终登上帝位的人选 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四蛋作为皇帝 肯定不允许 有威胁自己的因素存在 第四次试探黄环的时候 就说出了甄嬛传 仅出现过两次的治理名言 红燕本来就是果子里的孩子 黄环为了自己的孩子做打算 也是让红燕认祖归宗 就把红燕纳入了果亲王一脉 至此四蛋 那颗多疑的心 才彻底的放下来了 没有人再能和他争一争皇位了 四蛋真不愧是能做皇帝的人 算起和心眼 那是一点都不少 年轻人独眼